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用的小米10的主题 这个主题是一个混搭主题 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字体 我用的是系统默认字体 小米兰庭Pro 但是它这个默认字体 默认字号 我感觉太小了 系统界面 还有第三方应用界面 字体都很小 长时间看不舒服 所以我把这个字体调大了一号 默认字号应该是第三个格 默认 我给调大了一号 第四个格叫大号 因为这个默认字体比较粗 属于黑体 调大一号就更粗了 所以我把下面那个粗细 从默认值调到了最细 它中间那个点是默认值 最左侧是最细 最右侧是最粗 从中间到最细 还有很多级别 我调的是最细 各位看着怎么舒服 怎么来 说完字体 再说说壁纸 我用的壁纸是普通壁纸 没用超级壁纸 手机到手的第一天 我先开启了超级壁纸 超级壁纸一共有两个 地球家园和红色火星 用了一天下来感觉有点晕 主要是桌面左右滑动的时候 背景跟着动 看时间长了有点晕 我用的壁纸是系统自带的 在壁纸里面有一个 栽线壁纸 从这里面找的 属于普通壁纸 现在锁平和桌面 用的都是这款壁纸 说完了字体和壁纸 下面说一下图标 在个性主题里 我开始用的是经典主题 第一个 后来又下载了一个欧乐主题 我感觉欧乐主题的图标不错 经典主题的图标有点大 而且不好看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先应用经典主题 然后再选择欧乐主题 点击混搭 只勾选图标 然后点击应用勾选项 现在看到的这些图标 都是欧乐主题的 像顶部的那一排小图标 还是系统的 最后说一下这个钟表 这个钟表是一个软件 关于这个钟表的 获得安装方法 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过 它需要自启动全线 关于小米10的混搭主题 我就分享这么多 其实关于字体 我更喜欢方正蓝亭圆系体 小米10自带的蓝亭Pro 它是黑体 黑体字的四个角是直角 圆体字的四个角是圆角 圆角看上去更舒服 我以前在华尔手机上用过 方正蓝亭圆系 它也是蓝亭系列字体 它和小米手机自带的 蓝亭Pro字体的主要区别 一个是四外周有圆角 另外一个是比较细 就算是文字比较大 因为它比较细 看上去比较舒服 小米线上的字体市场里面 是找不到蓝亭圆系的 它只有蓝亭圆 它没有那个系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尔差亚 我们下次见